Theta.... 鮮話佳場二三四 歡迎繼續回來我們的VIP會客室 剛剛上一段的節目中 易遠有跟我們分享了他從政的一些相關的經驗 不過我們都知道 好 毅远您當初說 會踏上政治這條路 是因為小時候家庭背景的關係 您本身是個長女 是不是小時候生活也很辛苦 我是張娃縣田中人 田中國小畢業的時候呢 我就 我爸爸因為是盲人 他又來台中打天下 原來他在斗六 然後他又娶了一個 盲眼的阿姨 叫阿比 所以我媽媽又是個駝背的 他瞧不起我媽媽 可是我國小畢業 因為他要我到台中幫他 我不能拒絕 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下呢 我去得照顧我爸爸 我的四面的阿姨 然後有四個學徒 都是彰化縣的女生 一個叫阿厚阿 一個叫阿兵 旁邊的邊 一個叫阿玉阿 一個是阿修 這樣子五個女盲包 一個我爸爸 我要照顧這六個人 所以國小一畢業 被他帶到台中 我第一個步驟是 我爸爸帶著我 因為他是出馬展 那個失明的 所以他眼睛整個眼球都沒了 戴著墨鏡 就帶著我到第一市場 他說買魚仔一隻 買豬肉 買豬肉一隻 然後我就這樣子 14歲到台中 等那一天開始 就開始知道買菜 就在這裡 之前都是我爸在做 他也很了不起 他完全看不到 可是他在買菜 煮菜 所以回家以後 這些事到台中以後 就變了我的 然後這些忙人要出去按摩 以前都要在飯店 所以我14歲嘛 只能用腳踏車載 所以我的腳踏車 我發現我最近在拜票 能說你身體那麼好 其實應該是從那一段時間 整整超過10年的訓練有關 我就都帶著他們 那以前的飯店 最超級的是紅濱五星級 紅濱飯店哪個飯店 這幾個忙人就這樣輪流在 可能我到這個飯店 他們就跟我說 我現在要去東京飯店 現在去到東京又有一個下來 跟我說我得到全國飯店 所以我就這樣子一個晚上 馬不停蹄的 急著腳踏車載他們 那當然我最討厭的就是 我爸不懂得說不要 那按摩來講 就是從大概晚上八九點 對 生意會好到一點 可是有一些客人應酬晚 喝醉了 他也要叫人 那他兩點電話來 我都很怕半夜兩點電話 他就說嗚嗚嗚 連一來 我就帶 可是可能那是下雨天 可能是颱風天 像這樣的晚上 我們也出去 所以我這個忙人 我就穿著雨衣 用腳踏車 他們側坐 拿著傘 穿著雨衣 然後就這樣子 我要把它載好 我沒有把它摔過的紀錄 然後載好的當中 閃電 我怕閃電打我 所以我會擔憂 那我又不能講什麼 只能默默地掉著眼淚 可是這個時候 雨傘上面的 雨傘滴下來的水 跟雨水跟我眼淚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水 反正就是這樣子長大 所以我想有很多事情 很堅持 很能執行到底 我想跟我當時 那個時候的訓練 在這盲人 在颱風天裡頭 往前走 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其實分不清 雨水淚水還是汗水 在臉上 還有雨傘滴下來的水 也不懂得戴個帽子 因為我媽不在身邊 她在田中消甘蔗 過日子 那我身邊真的沒有 誰看到的地方 就是只有我一個 我的眼睛要六個人 加上我自己 七個人在用 沒有人教過我 所以也不會像現在說 戴個帽子再穿雨衣 完全不懂 所以真的很辛苦 所以晚上要負責 載這些盲人叔叔阿姨去工作 那白天呢 白天我們大概是 半夜三點以後睡覺 白天我大概十一點起來 十點多 我得去買菜 回來以後要整理家務 做好了我的早餐 在中午十二點 午餐在六點 晚餐在半夜大概十二點到一點 這都是我要做菜 對 所以我為什麼會喜歡做菜 那小時候這樣苦過來 之後會要求甜甜他們嗎 因為這樣走過來 我覺得整個生活背景不一樣 我對小孩子應該是 蠻呵護 蠻關心他們 然後包括到他們早餐 也必須跟我坐在餐桌 小學到國中的期間 直到他們國中幾年幾說 媽 同學都可以在外面吃 為什麼我們不行 要不然我早餐的 都要做得很好 有時候肉排要用倒叉切 這我覺得說 不能因為我過去的苦 先讓孩子苦 要讓孩子更幸福 對 我覺得這就是 就像藝圓這一代的這種想法 像我們的媽媽也都是說 他們以前苦過了 就要讓自己的孩子 可以過更好的生活這樣子 所以甜甜 媽媽在家裡面的一個 相處的狀況 或者是她的地位是怎麼樣 也是大事她做主 小事爸爸做主嗎 因為以前我跟哥哥是雙胞胎 然後爸爸他的事業 除了經營事業之後 他希望媽媽就是在家裡 全力的照顧我們 所以媽媽她是全職媽媽 那這個全職媽媽也是不好當 因為也是一次來兩個 然後我現在都還很記得 我們從就是像媽媽講的 早餐 午餐 晚餐 下午茶什麼的 一天好幾餐耶 然後她都會親手做給我們吃 然後我們有時候 可能要去遠足啦 媽媽要帶飯糰 帶什麼三明治 她都會親手做 所以她就是非常喜歡 做愛心的便當 讓我們全家人一起用 可以吃到媽媽的味道 對 她是一個 而且小時候就是一直都 一直很堅持 但是她也是都會 希望我們一旁參與 一起做啦 或是幫忙洗碗 要一起分擔家務 所以小時候的那個家庭生活 也會影響到 我會很喜歡跟孩子在一起 或者是說動手 跟他們一起為他們做料理這樣 所以媽媽的家庭教育的觀念 就是要讓小孩子一起參與 一起動手 一起分擔就對了 在以前那個還沒有當議員的時候 我們家過年 就有過年的 年菜嗎 不是 就是譬如這個角落 就會有過年的布置 聖誕節 有聖誕樹 有松果 有什麼 就它會隨著一年四季的節日 去布置我們這個家 所以我覺得她那樣的生活 但是她其實心裡啊 我覺得是很感性 很美的 對 這樣的一個媽媽 所以剛剛有提到說 議員真的是一天好幾餐在 就是讓小朋友可以幸福的 享受媽媽的味道 所以議員真的是 廚藝是非常文明的對不對 還好 簡單其實 已經謙虛了 食物怎麼樣好吃 原味最好吃 所以我可能買個肉丸子 加一點大蒜 醬油 水要適量 然後做做肉丸子的形狀 擺到微波爐 15分鐘 它就非常讚 烏鍋魚一樣的 菜場買回來 把它整理了以後 大蒜拍上去 也是醬油水 就醬油水 就醬油原味啊 菜一波 15分鐘出來 又一道菜 所以我覺得喔 做菜給家人吃喔 跟在外面我吃東西 我就是喜歡原味 不要亂調味 亂吃 亂吃 不好吃 尤其是現在這個 黑心食安的問題 真的是人心惶惶對不對 所以真的是 越吃它的原味 比較不會吃到 有問題的添加物 或什麼的一些風險這樣子 所以像議員那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 競選總部成立的時候 還有教就是民眾來 炸豬油 對 炸豬油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好特別 因為既然是 那個黑心油的問題 很多人問我怎麼辦 我說我們幾乎給你 那很多年輕的人 他沒有炸過 甚至於我媳婦在美國 那一天在電話中跟我講說 媽媽 我們自己炸豬油 我們抱到兩個人 像被爆炸一樣 不知道怎麼躲 原來他豬皮沒拿掉 豬皮沒拿掉 他會大爆 很可怕 所以炸豬油一定豬皮要拿掉 你個要切大小一樣 如果你切得好 那些豬油炸成炸以後 他能撒點鹽巴 還很好吃 我媽媽很喜歡吃 對啊 那很讚啊 那真的是非常讚的料理 對 炒一點蘿蔔乾 還是炒小魚對不對 對 要加一點辣椒一定要的 所以太好吃了 所以就那一天炸豬油 是因為要教大家 如何的買到拒絕黑心油 我們就自己炸豬油 所以其實有很多 年輕一代的這些媽媽們 她們其實不知道什麼料理 然後透過像醫院這樣子 有經驗的媽媽來傳承 可以讓她們得到更多的知識這樣子 對 不過剛剛甜甜也分享很多 家庭的生活 那她這邊也有提供一些照片 我們先來看一下 剛剛這個最後一張就是甜甜的小朋友嗎 欣欣 李欣欣 老二嗎 欣欣 相依的欣 她那是阿孫嗎 她怎麼那麼像 所以老大跟老二其實長得很像對不對 沒有 沒有 妹妹比較漂亮 妹妹比較漂亮 藝遠都沒有認真看 大家說一下那時候 這個我的大兒子的名字 是阿嬤娶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 就給阿嬤娶 阿嬤 說一下 因為我覺得喔 我有一些朋友 以前八年三個院長 她名字叫林友嘉 然後她每一次跟人家介紹 就是跟人家說 謝謝妳疼愛友嘉 照顧友嘉 我覺得這個 這個名字也可以進入語言裡頭 這太好了 對 所以我就想以後 還好名 一定要見 所以剛好我女婿姓李 那阿嬤娶生出來 我就覺得 人的名字也要通俗 你要不要弄到電子 那個電腦上面找不到 打不出來的很多 對 所以我 我又無意間覺得 在大陸聽了一位名嘴 教授講課 她名字叫李真順 那所以我就覺得說 用這名字應該很棒 如果老師問說 妳叫什麼 包括老師 我叫李真順 老師會覺得說 妳在講我真順 然後第一 就是你真順 對 所以我覺得說 這名字又能祝福別人 又給自己帶來非常簡單明瞭 又朗朗上口 對 然後台語做蔡琪的名字 阿嬤啊 所以我覺得這還不錯 所以就叫李真順 真的嗎 那妳那時候可以接受嗎 我覺得非常好 我跟我老公都非常喜歡 非常喜歡 尤其是 因為現在臉書嘛 非常發達 我們身邊很多朋友 常常都會看我們有 上面PO的照片 以前我只要到這個地方跑行程 媽媽沒來喔 媽媽忙 現在都不是 小朋友怎麼沒帶來 阿嬤沒來喔 所以她很紅 所以小朋友還比妳們知名度 還要高 現在大家都不問妳了 都要問她 所以說像妳自己當媽媽之後 有沒有才發現說 就是媽媽這樣子一邊工作 還要照顧妳們 其實是很辛苦的 有耶 因為後來就是我們 媽媽剛開始當議員之後 她真的把非常多的時間 都奉獻在我們的選民還有服務 還有很多的工作上面 但是她都是還是不會忘記 要照顧我們家人 她都是還是會抽空喔 就算只有一點點時間 好 知道我們要回來 或是哥哥回來 她還是很願意下廚 煮飯給我們吃 有一次就半夜 聽到砰砰砰的聲音 想說怎麼會砰砰砰 那時候已經 已經將近12點了 妳知道她在幹嘛嗎 她不會在煮飯吧 她在 因為她其實很喜歡吃煙鹹魚 然後鹹魚就是要用黑胡椒 大蒜什麼 那要煙起來放嘛 半夜12點在敲大蒜 她自己想吃對不對 她說這沒熟起來 這沒辦法吃 所以我覺得她就是真的 而且對於時間上的運用跟控制 我覺得就是真的 時間是錢 那像媽媽這麼會煮她 她有幫妳做月子餐嗎 沒有 沒有 我有在懷孕的時候啊 都會賣小孩嘛 我比較沒有特別 但是都會特別想要吃媽媽煮的菜 對 吃媽媽的味道 所以這時候沒有覺得 媽媽在身邊好好 真的 媽媽都說她嫁比較近 嫁近一點 真的 真的 我嫁很近 嫁很近 真的喔 那妳當新手媽媽之後 有沒有很多事情 都是跟媽媽討教呢 有耶 而且就是很多事情會請教她 尤其是想到那時候 我們一個 懷一個 生一個 帶一個 然後媽媽懷兩個 生兩個 帶兩個 真的 一下子就突然來兩個 然後什麼都要雙倍這樣子 什麼都是同時的 會不會一個個哭 然後妳就跟著哭 有這種狀況 看病 只要有一個生病 另外一個藥就先餵了 因為它馬上要跟進了 真的喔 雙胞胎比較這種狀況 對 所以真的帶兩個真的很辛苦 所以其實我們政府在這種 多胞胎福利也有很注重對不對 要 一定要 要鼓勵嘛 既然少子會要鼓勵生育 妳的政策福利要好 沒錯 我記得議員好像也有幫我們 就是在地的鄉親 爭取過一些生育的相關福利 對不對 對 要不要跟我們 就是觀眾朋友聊一下 我非常的 我覺得說現在社會 很多專業的人 經常因為結婚生子 必須帶小孩 對 所以基於這一點 又看到新北市 100年的時候 看到朱立倫市長 辦了個脫嬰中心 我覺得這非常好 我馬上做提案 馬上記者會 然後整個在市中 有市長的同意之下過關 那現在呢 台中市應該有幾處 那太平有兩處 這兩處有一處 我們舊的衛生所 工作旁邊這位 已經營運了 我記得記者都有去採訪 非常好啊 讓這些年輕的媽媽 不管是我們家的女兒媳婦 都有參與社會 繼續就業的機會 然後小嬰兒呢 有人帶 那婆婆媽媽呢 帶小孩帶一輩子了 很辛苦 她可能還在上班 可能她有自己的社團 可能身體沒做助理 妳就並不一定要她帶孫子 除非她 以此為樂 她一定要帶 那當然也要尊重她了 帶小孫是她的享受 那也沒話講 可是有很多狀況不一樣的時候 妳就小孩有人帶 所以脫嬰中心啊 不但是太平有 我們區公所這一處 目前圖書館那一處 也進行中 改建中 但這幾天 我聽到說 好像不曉得改建 有什麼狀況 我會去了解 那我想這都在南太平 北太平也一樣 未來啊 我也會爭取 所以只有有地方 我覺得政府都有責任 讓這些年輕的媽媽 能走出家庭到職場 去做自己的專業的奉獻 然後小孩呢 政府來幫忙帶 我想啊 如果這樣子下來 就比較不擔憂 少子化了 其實有政府立案的 這個合格的拖嬰中心 也行啊 對於我們這種 年輕媽媽來講 真的是非常重要 對不對 甜甜 妳自己有沒有覺得說 受惠很多 有 因為就是自己的小朋友 他們如果說 能夠在我們工作的時候 有很妥善的照顧 其實就會很安心 然後很放心 那在我們這個政府公辦民營的 拖嬰中心 它有最完善的設備 有正照的保姆 全部都是說過一定是訓練的 那我覺得真的是 但是會讓我們無後顧之憂 工作得很順利 然後最重要 家長也開心 因為價格 我覺得也是大家可以接受 這真的是重點 價格很重要 因為你有時候 像我們一個 甚至有的兩個 那種真的是 如果送去那種社區保姆 它可能一個月 就要一萬元左右的 那其實真的負擔滿大的 現在社區保姆 只有有保姆症 也是有補助 對... 所以說社區的還是家庭的 他們拿到保姆症的 其實有的也是很值得信託 因為他們自己孩子大了 家裡閒著 環境又好 如果要幫人家帶小孩 所以像這個也很搶手 所以我們的補助 在家庭保姆 還是私人的拖嬰中心 都一樣有補助 政府沒辦法辦那麼多 所以也要感謝 這些私人的拖嬰中心 還有家庭保姆 也分擔了這一些 帶小孩的事 真的都要感謝 對... 所以說像剛剛有提到說 媽媽半夜起來做鹹魚這件事情啊 那其實你有沒有自己最喜歡 就吃媽媽哪一道菜呢 還是都喜歡 媽媽很會煮麻辣鍋耶 真的嗎 她要吃炸菜肉絲 懷孕的時候指定 那炸菜一定要對 炸菜不對 你就不要炒了 所以我們特定的在某個地方買 很讚 很貴 所以你要好的理肌肉 所以這樣炒起來 炸菜肉絲真的是很讚 剛剛那個鹹魚一定要講 那是四目魚 四目魚醃鹹魚 是我從婆婆那裡學來的 那好吃到我兒子一直說要去賣 我說成本很高怎麼賣 所以那一定要好的魚 四目魚要肥肥的 然後大蒜要拍 拍了有很多大蒜 跟鹽巴就把它醃在一起 大蒜沒有 先用鹽巴醃 醃了以後呢 讓它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以後 鹹水出來了 也不能鹹得過度 就是有機會我做給你們吃 然後呢 然後 我都流口水了 然後呢 它鬥條一搖 你就開始胡椒 跟大蒜 拍很多大蒜 給它切切的 敲敲的 握一握 然後擺著 三天以後 它吃起來真的太美了 所以說其實觀眾朋友如果說 想要嘗到議員的拿手菜 可以先去服務處來登記 議員 議員 或者是說他 你自己想要學一些 在家常的料理啊 或者是議員的手樓菜啊 也可以就是 準備材料 我去教 對 你看 議員 我很愛教 位民服務還很愛教做菜 我到了 我都跟他們說 跟我邊在廚房煮 我做菜洗衣 那個洗碗 我都不討厭 我喜歡廚房 所以議員也很喜歡做夾室喔 喜歡 把家佈置一下 地板弄乾淨 都是我喜歡的 所以議員其實他常常就是 把家佈置得很乾淨啊 讓自己回到家 有一個放鬆心情的場域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現代人工作都很忙碌嘛 那可以把家佈置得很好 真的很好 那其實不過議員的正職 還是服務在地的鄉親啦 先休息一下經濟段廣告 待會再回來看看議員對在地建設 有什麼樣規劃